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再想一个问题就是像中国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来的这个政治波普 或者说这个玩世显示主义 它是不是跟这个美国的这个波普艺术 或者它的这个图像感表现主义是有一个连接呢 我想至少中国的这个王广义的政治波普跟美国的爱因果过来的波普是有意见的 虽然我知道王广义本人不太愿意把他的艺术规结为这个所谓的波普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1989年那个中国现在一直在中心大厅 一边是王广义人士听方的王广义画的就是巨大的 你那时候也在现场是吧 对我在现场画的是一个巨大的毛像和打歌 其实这就是安地沃果的嘛 是吧 画一个最通俗的像 那也是一个流行人物或者政治理修的像 怎么他把他打歌 我印象中他在刚起来就是北方群乐刚起来的时候 他还不是那样画的 他主要是一种表现主义的方式 不是不是不是 最早他们是在这个北方基地 他们当时追究的是种理性主义 所谓理性主义就是冷峻的冷漠的去除绘画性的 用他们当时所热衷于的哲学术语就是追求黑格式的形而上学 哦这样子 当时其实中国现代艺术展两个策展人高明露推崇的就是理性绘画 主要是王广义 立宪廷推崇的是生命激情主要是冰魂 所以王广义持续起来特别后来他迅速转向更波普的时候 似乎获得了一个极大的神话 特别是他把文革的符号 作为一个重要的构成因素 但是呢却又画上了可口可乐啊百事可乐啊 这些外国商品的这些logo字抹上去 这两个结合不管以后怎么评价也不管艺术家本人的解释 但是在艺术史上的确这样的一种结合是成功的 成功的 就是说有传播效果跟传播性的 是成功的 而且当时就中国内地也是遇上这样的一个时代 就是重新开放商品流入 都是国外的商品流入 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很强的 因为这个马欧时代的革命年代的这种黑板暴的批判暴头 我很熟悉因为这个时候我是知青 这个很会画这种批判暴头 龚龙兵的大批判 非常流行 然后王广义又把一个冲进来的可乐啊 这个外国的雷尚劳啊 那些日本的电视产品啊 电视机啊 美国的可乐啊等等 万宝露香烟啊 全部放在一起 的确就很符合 巴仙丹末九十年代初的那个 刚刚兴起的消费主义的浪潮的那个时代特别 这个拼合 这个符号拼合是有意义 说明什么 说明现代艺术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流行 这符号 不管今天我们否定它还是不否定它 那个年代符号它就是便于人 便于传播 而且它的确是比那种过分个性化的表现处于要更切合一个时代的特征 这个是我想是不用说的 而且王广仪这些批判的符号 就来自 对 来自文革后期出的 上海门边每次出版社出的大批判 奥兰 会刊的 小说 是吧 这个结合是出的 只不过当你继续维系 画了几年上十年还在这样画的时候 我们才觉得有问题 我们和货问都 才有了一个疑问 特别是画的价格起来以后 就有一个商业的疑问 是吧 中国又不可能出现像布洛克那样的状况 艺术家觉得自己不能有创造性的就自杀掉了 也不能做像罗森可的 这个我们的艺术家钱多了就日子过了一些都好 这个 而且这样很符合我们这一代人的感受 我们这一代人 但好像我想起比他可能还要稍微早一点 从事这种波普方式的 这个做红色波普的 像古文达跟吴山专他们在86年的时候就开始 原格来讲 古文达算不算 但是吴山专 所以吴山专我跟他是好朋友 吴山专其实在最早出来的叫做红色幽默 就是把文革高潮的街头的这种贴满各种各样的大字报 层层叠叠叠的贴满的大字报 整个扶制成一个艺术品 上面也写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标语符号 打倒谁打倒谁 他把它叫红色幽默 就是说第一个把文革这样的一个常见的街头形式 转变成一个艺术品 的确是吴山专 包括吴山专的一个作品盖工章 革命委员会工章盖在白菜上盖到处盖 我们那个时候触循叫有革命工章 要有革命证明上面啪的盖个章 中间有个红五角星 那个吴山专 那他的前卫性更高 其实是吴山专 所以在89现代艺术展 我当时跟吴山专和王广义坐了一个房间 当时王广义还很宽容大量的对吴山专说 哎呀我们在老革命看到你们起来了 吴山专就 这个是艺术界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当然了 两个人的互相企划是 应该是有的 但是王广义的确有他的一个独立来讲 吴山专是这样的 反而吴山专所耿耿于怀的是 古文达的措子和徐彬的措子 因为用这个符号最早真的是吴山专 怎么跟吴山专那个叫不叫措子呢 只能叫别字 因为文革初期为了写大标语 我们就要用很多简体的词来写 比如说要占领工龙兵要占领舞台 那个舞台的舞词就不能写繁体 因为写繁体太多别话了 就写成下午的舞词 对对对 比如说打倒 打倒是谁谁 这个时候打倒到处跑 这个倒是很复杂 那就干脆一个刀子底下走自己 这样子的 就是说很多这种 就是很多这种 比如说家庭的家下面也很复杂的 就是一个宝盖头底下一个上下的下 对吧 这个叫别字 这种别字有一部分还是有根据的 但是按照那个时候的说法 人民群众无限的创造力 就把这个字全部都写在墙上去 所以吴山专用了很多这种别字 但是一种措置是国文的 然后把措置和活字印刷这个系统 切合在一起是徐兵 我认为三个人都有他们的原创 而中国当代艺术如果从世界艺术史上泛媒 文字的这个我刚刚所说的脉络 导致真的是原创 这个字 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原创 今天如何评价不重要 重要的是某种意义上从艺术史上他必须说 必须提到这些事情 那么到了后来艳淑 波甫 艳淑 丸世 其实艳淑和丸世是历仙廷提的概念 历仙廷 所以历仙廷对于艺术界的很大的一个贡献 贡献的一个叫丸世现代主义 一个叫艳淑 丸世和艳淑 当然主要的话下是比如说方立军 比如说刘伟 后来也稍微后一点 就是这个同时的这个岳敏军 是吧 曾凡志老 我认为还不完全是所谓的变贡 变贡献 当时有一批人 当然有一批人 今天大浪的逃杀 今天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方立军的笑 和岳敏军的笑 他们两个也有点不一样 方立军的笑有点本色 某种意义上他是画之画想的 对对对 他的人就是这样的 他的人 如果有机会接触方立军的话 方立军这个很好玩 也很幽默 这个艺术家非常有意思 其实都是我朋友 潇洒 大方 豪爽 久然大 好玩 好像他欠财 其实他自觉或者不自觉在一起 比如说通过一些世界上常人的交往和聊天 我就发现 比如说方立军其实自己还是多人数 不要千万以为不要 因为艺术家是平坦性的 就当你跟他谈一些艺术史或者一些艺术理论 谈了某个程度 有发现他其实读过 他关心过 而且他会提醒你 不要怪爷爷我不知道 不要怪爷爷我不知道 当然 这个艺术家和批评家的这个交往 最有趣的是西安 类似方立军在新疆做展览 跟著名的艺术批评家 彭德的歌 彭德是我的老哥们 老朋友 我的老前辈子 我很尊敬的一个彭德先生 是个 是个 读书破万卷 但是他们真的 我也很感慨 因为他们两个争论是这样的 就说 方立军说 先有 艺术 再有艺术批评 彭德说 先有艺术批评 再有艺术 没有艺术批评 你的艺术怎么被总结出来呢 方立军说 没有艺术 你批评什么东西呢 现有鸟 才有鸟类学家 彭德说 没有鸟类学家 鸟又如何成为对象呢 这是现有技 还是现有蛋的一个证明 当然这个争论 黄理军就显示出一种 艺术家的一种气势 彭德的文人 这个讲话比较悠闲 很好玩 而我后来还专门为这个事情 发表过艺术 其实两个都对 什么意思呢 批评人家的工作是命名 艺术家的工作是创造一个存在 但是呢 这个世界混沌疑变 没有命名 我们都不能认识这个世界 所以命名是认识的开词 就算一个人出身先有名字 你有名字 否则我怎么叫你啊 对 对不对 那我们都叫人类 我们的祖先把我们叫人 所以我们现在就延续下来叫人 如果我们的祖先把我们人类不叫人类 叫狗 那我们今天叫狗 这是个习惯 这个所需的说得很清楚 语言是个习惯 所以呢 没有命名就没有世界 这是没错的 对对对 否则世界一片混沌 但是反过来 没有客观世界存在 你何来命名呢 对 也没错 是吧 所以我只能说 他们站在各自的立场 对 在说话 严格来讲 谁都不能否定 我们最好不要去讨论一个先有见识 先有忌惮 对 这是一个可能是人为设置出来的问题 这是